HELLO,我是Joel老師 我們來繼續解平方X公式的一個應用型的題目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分母的部分 是67的平方加67乘84再加42 那上面的數字很像 上面是67的平方-42的平方 那當我們在看到這一題的時候 可以首先去講 平方-平方就是平方X公式的一個 我們可以逆向回去 變成兩個數相加乘上兩個數相減 那在分母的部分呢 要細心一點點 就是它到底可不可以合回去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複習一下我們所謂 因為這邊是加 我們就講和的平方公式 它有沒有key number 2 那有了2之後呢 其他數字穩不穩合 我們這邊稍微複習一下 所以我們連平方X公式也複習 就是a加b乘上a-b 應該就是所謂的a平方-b平方 所以我們一旦看到這個 馬上就可以想到這個可以換成67加42 或者67乘上67-42 再來呢 下面的公式是和的平方公式 就是a加b的平方 經由分配率我們也可以很快知道 是a平方加上2ab加上b平方 這邊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四值的話 應該key number就是這個2這個字 所以這個2非常的重要 這個2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先出現這個2 那有了這個2之後呢 這個a要等於這個a然後再平方 b要等於這個b再平方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四值呢 轉換成括號的a加b平方 那我們現在就來檢查分母的部分 那直接來檢查分母的部分 我們就來看 這邊我們上面的部分 直接用平方叉公式去做逆向回去 就是兩個數相加乘上兩個數相減 所以67去加上42 乘上67 減掉42 那在分母的部分呢 我們嘗試把這個2呢把它提出來 那其實當然要提某數的部分 所以這邊67的平方 我們照差 加上2把它提出來 那提當然是提84 所以這邊再乘上67 乘上42 再加上42的什麼平方 好的 有了這個四值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67跟這67一樣 而且它平方 就跟這邊一樣 AA平方 再來42 42 42平方 BBP平方 那又有關鍵數字2 所以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的把它寫成 這兩個合併呢 這兩個合併就是 67加上42 就是109 109 再去乘上 所謂的 67減掉42 就是25 再來呢 這邊會換成就是 67加上42的平方 那因為67加42 也是109的平方 所以 剛剛的109 分子的109 跟這個109的平方 我們就可以消掉 這個括號平方 就是乘兩次 所以這個部分 等於109 去乘上109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 會可以等於 109分之25 我想這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也是非常輕鬆 可以得到 拿分 希望同學們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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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